锦衣治下番外第四十四集二十二日锦三日又私又简中相见 又过一日 陈福告诉锦夏 下午她与三十名锦衣未一同入宫 锦夏内心更安一些 傍晚放职前得到消息 皇上驾帮 锦夏看看杨岳父耳道 真如师父 所言杨岳恩了一生算是回应 接着是全程戒严 夜间寻接需增加人手 六扇门不当职的人已悉数到尾 大家忙活了一夜 待到天宁 可以回去一部分人 锦夏知道路易短时间内不能回府 便继续留在六扇门 到了晚上 杨岳看着锦夏熬红的水眸道 我说夏爷 你几天没睡觉了 回家睡觉去吧 你看看你的眼睛 怎么陆大人不在家 你连绝都省了 大杨 你知不知道 你愈发讨厌了 静夏捶着杨岳的后背道 我是为你好 你还不领情 杨岳携地他一眼 静夏想想 也是 大人不在府里 自己再不回去 路府多冷清啊 这可是他和大人的家 家总得有家的样子 他回不来 那时他身不由己 但他一定会想念这个家 他应该让这个家温暖起来 让大人回来的时候 不再是从前冷冷清清的样子 如此一想 静夏提步回了路府 府一踏进府门 钟伯便告诉他 陈校尉刚刚离开 公子让陈校尉稍回口信 他陷在宫里 一切不必挂念 让夫人不要太过操劳 静夏后悔自己未早些回来 那般便可遇见层浮 可多问问他关于大人的事 轻轻叹了口气 回到卧房 洗漱一下 到头便睡 前些日的担心 这两日的乏累 一并袭来 这一觉一直睡到天光大亮 起身收拾房间 将大红的万丈收起 坏上了不显眼的淡青色 窗门上的喜字 一接将下去 皇帝驾崩 去国扶桑 虽是新婚中 但自家夫君是朝中官员 家中处处通红的装扮意识不妥 静夏身为六帅门不快 焉能不知这般规矩 这日放着静夏回原家看娘 原母看着略显轻瘦的静夏道 义儿还没回府呀 静夏恩了一声 哎 这可是的 你们这刚成婚 娘酸着呢 到今日正好是二十二天 可是 哎 原母叹了口气 静夏知道娘要说什么 自己与大人成婚已二十二日 可与大人在一起的日子上不足三日 自己不说是茶饭不思 但真真是寝食难安 静夏 娘给你做鸡蛋 她豆腐可好 你已经好久没吃到娘做的这道菜了 原母看着静夏水眸闪过一丝雾气 立即转移话题 好的 娘 确实好久没吃到了 静夏一立刻展开笑颜 她一步想将自己的情绪带给娘 虽说原母今日做的鸡蛋 她豆腐甚至好吃 但静夏只吃了几口便不再动快 原母一步劝她 只说不吃我给你带回去 晚上饿了或是明依早吃 静夏再三阻拦意识没用 原母用油纸包好鸡蛋她豆腐 又拿来一大包豆腐干 快些回府吧 一儿御事不在家 你御事应该在府里 这才是陆家当家主母的风范 静夏笑笑 笑什么 娘说的不对吗 原母瞟一眼惊吓 好的 娘 我知道 我这便回去 静夏抱抱娘 提着东西 从原家出来 回到陆府 将娘带的吃食送到厨房 回到上午我房 将灯烛细数点燃 坐在庄莲前看看镜中的自己 又拿起旁边的锦盒打开 看看里面的喜帕 红丝缠绕的头发 不禁嘴角翘起 大人 你可有想我 静夏自言自语道 伸出小手摸摸喜帕 又摸摸那缠绕的头发 胡听的门响 静夏将锦霞放到妆帘上 回眸 正看见陆毅大步从外面进来 静夏有一瞬的震愣 然后扑江过去 陆毅一加快了脚步 将人抱了个满怀大人 大人 大人 静夏连换了三声大人 眼里的水气变生腾起来 惊吓 惊吓 陆毅一连换了两声惊吓 让夫人担心了 惊吓不说话 只将头埋在陆毅怀中 轻轻地唾气 抖动的尖头 让陆毅不知所措 她只好一只手将人紧紧地攥着 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脖肩 感觉她这几日瘦了好多 惊吓 乖 让我看看你 来 抬头让我看看 我的小夫人 陆毅轻声哄道 我不 我发大人去书房面壁 惊吓 抽抽搭搭地回道 好 任凭夫人发落 为夫这便去书房面壁 只是要面壁多久呢 请夫人明示 陆毅随声附和道 面壁一宿 大人自去辨识 惊吓继续抽搭着 夫人 请起 不然为夫如何去书房面壁那 陆毅柔声问道 惊吓终于抬起头 水眸里点点盈泪 在烛光下预显惊亮 陆毅不由自主地吻了上去 慢慢地又一到那日四月响的唇上 四片唇半胶着在一起 两酒才缓缓分开 只吸一口气 陆毅又吻了上去 直到再次需要呼吸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今夏的红唇 好了 为夫去书房面壁了 陆毅笑着松开 今夏转身一走 陆毅 今夏娇称怒叫 陆毅立即反身 再次将人揽入怀中 柔声道 为夫去洗漱 换身衣服 大人 你又晚膳了吗 今夏想起娘带回的鸡蛋 她豆腐 没 陆毅回道 那大人去洗漱吧 我让黎沈给大人准备晚膳 今夏脸上浮起笑容 哦 不敢为夫面壁了 陆毅邪魅地笑道 今夏不回她 只在她的手臂上使劲掐了一下 陆毅笑着出来卧房 待她再次返回时 桌上已摆好餐时 最惹人眼的便是鸡蛋她豆腐